我滴个麻呀 轰炸机见得多了 但是突破音障飞行的轰炸机还是第一次见 这也太猛了 这也太刺激了 200多吨的轰炸机 在观众头顶直接突破音障以超音速状态飞行 眼前的画面是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奥斯科式航空站 摄影师超近距离拍摄了一段航展上的视频 通过此视频 我们将五马高清看到 美国重型轰炸机 从启动到升空后 超音速飞行突破音障的全部过程 此时 一架重型轰炸机正在四轮拖车的拖拽下 缓缓时向起飞点 关于这架轰炸机 相信老司机们都已经不陌生了 它就是第一枪骑兵远程战略轰炸机 由北美航空公司研制 诞生于1974年 距今已有50年历史 单机造价超2.8亿美元 折合约20亿人民币 美国现役还有100架这样的轰炸机 B1轰炸机机身细长 不仅飞得快 而且在弹量惊人 其内置加外挂总挂载重量超过61吨 最大起飞重量216吨 修长的机身 加上可变后略以设计 十分适合高速突防 最大速度为1.25马赫 全机共有7个独立的油箱 加上3个外挂附油箱 总共可加住100吨燃油 最远航程为12000公里 随着B1轰炸机转身 四台由通用电器公司研制的F101G-102加里波闪发动机 赫然展现在眼前 加里燃烧室隐约可见 犹如四个超大号的防风打火机一般 给人一种力大无穷的感觉 几分钟后 B1枪骑兵来到起飞点待命 飞行员打开加里燃烧室 随着一阵阵黑烟从发动机被喷口喷涌而出 B1枪骑兵持续蓄力 几秒钟后 飞行员全力推动油门推赶并松开手刹 B1轰炸机立刻开始弹射滑跑 四台发动机源源不断的输出动力 每台发动机开启加里后的推力为13.9吨 四台就可爆发出55.6吨的推力 此处乌化胜油化 让我们好好感受一下这个震撼时刻吧 滑行的约2000米后 B1轰炸机抬起机头离开地面 开始缓缓爬升 其落架也随之收回机腹 四个超大号防风打火机喷出红蓝色火焰 推动着200多吨的大家伙冲入云霄 接下来就是B1枪骑兵的表演时刻了 这种场景可不多见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件B1缓慢爬升了几百米之后 突然机头向上抬起 开始大仰角爬升 这种爬升角度对于战斗机来说是小菜一碟 但对于200多吨轰炸机来说 却十分考验飞机的兴当 一旦失速就是鸡鬼人亡的下场 一般的轰炸机根本不敢尝试 该说不说 B1枪骑兵的动力确实强 接着 B1枪骑兵轰炸机缓缓从远处飞过来 此时的机翼尾完全伸展状态 在掠过观众头顶的时候 B1还在不断加速 轰鸣声震耳欲聋 四台大马力发动机已经打开了家里燃烧室 喷出的马赫环清晰可见 随后这架B1就消失在视野中 很显然 这还只是个开胃菜 精彩的还在后头 只见B1再次优远激进 快速飞向观众席 但这次 B1的机翼已经是完全厚略的状态 此时飞机的阻力最小 飞过观众席时 B1还在持续不断的加速 突然间 一团云将B1轰炸机紧紧包裹 这意味着飞机已经突破了音障 此时的轰炸机 以超音速飞行并向右缓缓转弯 现场的观众 更是爆发出阵阵欢呼和掌声 别的先不说 B1的超音速飞行能力确实强 轻轻松松就能突破音障 此次B1轰炸机的飞行表演 持续了约五分钟 虽然其机动性 远远比不上战斗机 但观赏性却丝毫不弱于战斗机表演 尤其是突破音障飞行的场面 更是十分难得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表演结束后 B1轰炸机开始缓缓降落 在飞行员的操作下 轰炸机的轮胎和跑道剧烈摩擦 冒出一阵清烟 随后平稳丝滑落地 开始在跑道上减速滑行 观众席上也响起一阵阵拍照的咔嚓声 随着轰炸机缓缓滑向停机位 这次的表演也就结束了